哈啰大家 嗯... 又开始怎么开头啊 就是我们搬新家了 然后本来想说搬完再让你们看整个成品 但是我又想一想说还是让你们陪我们搬家的过程好了 就是先看整个凌乱的过程 现在没有很乱 因为我们才刚搬了一两趟而已 然后继续会开始堆积东西 对我们东西真的很多 然后再让你们陪我们慢慢的整理好 整个家人完成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拍片了 对现在就是只能先转型搬家啰 好那我们继续忙吧 我整理到一半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我们在虾皮上买的 它有分两种尺寸 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这样子 然后呢它就是方便让你把衣服像书一样整理起来 会变这样子一本一本的书 这样子 然后你全部折好之后 你看这一面就会是很整齐的像书一样 嗯 假装我去把它立起来好不好 喔单手好难啊 这样子 这样就会像一本一本书 看是要这样放还是要这样子放 好你们会觉得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 这有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没有很喜欢折衣服的话 不要买真的 因为 它真的 它虽然可以把衣服就是用的很整齐很漂亮 像一本一本书 但是就是你每次洗完衣服 然后你还要再 废那个功夫把它折进去 所以 看你的那个满作程度 再决定要不要买吧 我们大概整理到一个阶段了 然后 现在要回旧家 可能顺便去吃个饭再回旧家 那 想说带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后面这个曝露狂 看一下后面这个曝露狂 想要带你们看一下整个房子大概长怎样 可是还是有点脏脏乱乱的喔 这个是大门嘛 大门一进来旁边有个小冰箱 然后还很乱我们上面放了一些小电锅 然后这是洗菜的 那我们一进来这里 我们把鞋架架在这边 这架子是我们在IKEA买的 买了三个 超好用啊 超好用 然后厕所 因为这是一个独立泡房 所以它洗衣机就直接在厕所里面 那我会把它挪开是因为下面那里有点发霉 所以我现在在泡那个清洁剂 好 然后冰箱旁边就是一个大桌子 然后电室 我之后可能就大概工作区就在这边 剪片啊干什么的 然后看看我的笔电能不能连上这台电室 然后之后Louis的书桌会放在右边 我旁边 OK 然后一进来就是我们的床了 然后有个暴露狂 之后的背景你们应该看到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应该就大致上会在这边拍 终于有个像这样的环境 终于有个像这样的环境 大概就是这个背景 当然之后不会有这个裸男 但是我们之后会把那个 长的脚架带过来 现在是用短的手持的 所以只能这个高度 那大概这之后就是我们的背景很好玩 好啦那今天记录就先这样 那我们下次来整理的时候再继续拍 拜拜 雪茂现在有帮忙搬家的服务 还有帮忙整理家里的服务 今天是整理新家的第二天 我刚吃完饭的时候去买了一杯清新的乌龙奶茶加珍珠 清新快乐配喔 但是我其实是想要试试看他们的乌龙奶茶好不好喝 因为我一向都喜欢喝50蓝的 所以我第一次尝试他们的 50蓝快乐配喔 想吃到清新的乌龙奶茶好不好喝吗 自己去吧 就是 你好烦 就是 清新的我觉得是奶味比较重一点 然后50蓝是我喜欢的茶香味比较重 但是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咯 好我要去整理了 以后我们再专座一起来讲珍珠奶茶这件事情 就跟你说的 糟糕啊 这是我的西装诶 是我的吧 哦没有因为你那时候吊在那个啊 我就一起 哦 就有毒到薄草 你给我看你的香味 也有毒草 这个最好 是你 像其他人 有毒草 我可以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今天是第四天 搬家的第四天 昨天第三天我只有大概拍了一下旧家给你们看 那就只是想让你们看一下 在一年当中我们是怎样 挤在一个差不多只有四平五平的小房间 跟人家合租的一个小空间 那昨天我们一直陆续搬东西进来新家 我就没有拍了 是因为GoPro相机的电池忘记带来了 那就只能就是先大概整理一下 那我们昨天也就睡这边了 这边空间就大很多 但是东西一直搬进来 发现我们东西还是很多 不知道之前是怎么样在那四五平的小空间 塞满的 OK那就像你们看到的这样子 已经凌乱成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大概要来整理 Louis他就是陆续去搬最后两三趟 那他说叫我就留下来整理 他因为我们是机车一趟一趟这样子在 所以其实比较慢 啊然后我们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有把整个格局就是在改过了 因为我上一次给你们看整个房子的格局嘛 那个时候的床是在窗户下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到 那昨天睡了一晚之后 我觉得比较不舒服 因为天有点微微亮的时候 我比较浅眠 然后我就会醒了 那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整个大便洞 把床移到原本沙发那里 然后沙发就是那个小客厅区 就移过来就是整个两边堆掉 对但是整个整理完我再给你们看 我们的新房子长怎样吧 那我就继续整理 比较的 是 1 2 2 3 2 3 3 4 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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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